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昨天宣布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启动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的支付业务 这是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便利跨境贸易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又一项重要的举措 启动仪式上银联电子支付通联支付东方支付快钱胜负通五家支付机构 分别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五家商业银行 以及五家特约商户代表现场举行了签约仪式 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是指支付机构依托互联网 为境内外收付款人之间真实交易需要转移人民币资金提供的支付服务 一可以给消费者大家就是实时载载的实惠 第二个的话也有利于我们人民币的走出去 因为我们的央行正在就是把人民币推向全球 通过这么一种方式也是对人民币的国际化 是一个推动 事实上人民币跨境支付早在2009年就在银行业开闸 但一直局限在工商企业 近年来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商使用人民币的意愿越来越强 把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和清算货币的需求正在显著提高 包括东南亚港澳台 包括我们俄罗斯还有外门这些地方 其实他们都是愿意来使用的 欧美国家的接受程度相对来说比港澳台这些 稍微相对来说要缓一点 因为这个跟整个的清算体系和各方面的 包括这个代理行这些都有一些的关系 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今年的第三方跨境支付的开通 以及这个人民币这个自贸区这些开通的话 我相信这一块的业务一定会走向全球的 目前有资格启动这一业务的不止签约的这五家 根据央行30条规定 上海市注册成立的支付机构 以及外地支付机构在自贸区设立的分公司 凡取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 均可从事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这意味着至少上海17家持有互联网支付的支付机构 都有资格参与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试点 而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 由于尚未在自贸区设立分公司 目前还不能开展此项业务 在监管方面遵循自贸区减证放权的改革思路 央行将对支付机构开展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实行事后备案和负面清单管理 并要求支付机构在开展相关业务中 严格遵守风险管理交易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制度 而在不久的将来 自贸区还有更多金融创新方案会推出 先行先市的话 就是第一批推出来的细则 主要是为了扩大人民币的跨境 使用这一方面的内容 所以大家现在在看到的话 都是这方面的人民币的话题 其实的话外汇管理 还有下一步的投融资汇兑的便利 相关的细则 央行会陆续推出 到时候的话 整个自贸区的金融创新方案就丰满了 东方卫视记者张英晋松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